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志光 今天呢 我們又要來搞事喔 在搞事之前呢 你按訂閱了嗎 記得按下你的訂閱 旁邊有個小鈴鐺點一下 如果覺得此影片拍得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分享出去喔 那我們就開始囉 大家養魚呢 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讓魚缸呢 裸缸 想要達到說 最佳的過濾效果 問題就來了 因為呢 好比說一尺缸 市售很少有一尺缸的上部過濾 你要用圓筒呢 要額外佔了一個空間出來 不管是上部過濾還是小圓筒 這樣子的過濾器 它的價格其實有點貴喔 那因此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利用小北百貨人買到的東西 做一個千元缸裡面的最佳過濾器 我們就來開始搞囉 我去買了這個寵物蹄龍 這個小北百貨都有 我買的價格呢 120多塊錢 這個 那它的容量大概等於是一尺缸啊 然後呢 我去買了這個紅吸管 這個紅吸管今天可是我們的得力助手啊 這個東西呢 我是在台中西高地購買的 這個是30多塊錢 那首先我先把這個頭呢 拔下來 我想要利用它這裡有一個擋板喔 我想要利用這個呢 做一個排水口 可能是在這裡 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都不能買的 可以吃到一個小層 這個東西可以吃到另外一條 今天是不是可以吃到 你是不是可以吃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一道 白免的这一盒盒子 我想要把它装在这里 我们继续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我们的这个呢 干四分里的这个白免的这个盒子呢 已经设置完成 那我们现在准备呢 就是做这个底部 这个过滤的这部分啊 我们就需要这里接个管 然后再做里面一些配置哦 来 我们继续看下去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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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培菌的生化棉 还有燕阳盒 还有这个培菌球 现在都设置完成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准备来入水来运作看看咯 接着我们也在鱼缸里面置入这个水 啊我忘记了这里还要放白棉 我们要过滤脏污用的 OK啦 出水有了 到底率了 嗯入水口咧 那入水口呢 我们就是靠这个夹子 我们把它夹在这个侧边这边 然后把我们的出水管呢 在这里接着 兴奋的一刻到了 我们准备来运作它哦 哇马上插电啊 马上运作啊 我们的水呢 很顺利的从这里 从这里出水 这里白棉可以帮我们过滤脏污 然后呢 底部呢是满满的培菌啊 我们来算一下好了 这样子的钢 我们来算一下 看花了多少钱 一个宠物箱 算130 120几块嘛 算130 然后我们加 这个白棉的这个盒子 15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管路的部分呢 我是买红吸管来改造的嘛 那一组30多块钱 我就算40 然后呢 铁夹子 我算20好了 那是白铁的 然后我们再加 下面这个底绿盒 下面这个底绿盒 这个底绿盒 69块钱 算70 然后呢 生化棉 生化棉 我算 算80 没有按到 70 然后加80 然后呢 那一颗沉水马达呢 我算 170好了啦 我算170好了 我算170好了 加 170 培俊柱2支 20 然后再加 培俊球呢 大约 随便啦 就算个100块吧 OK 然后还有什么 白棉我就算个 28 还有这个 这个出水管 这个 大约是在 20块 好 我们来看多少钱 685啊 685 有一个干湿分离的这个 底绿 超强大的底绿 裸钢 然后这个宠物钢呢 大约是一尺钢的程度 希望呢 这样子的设备 你们能喜欢 想要看光哥 用这钢养鱼吗 没问题 每天晚上10点 光哥一定会直播 那到时候 你们再来看看 我养什么鱼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啦 希望你们能喜欢 记得哦 按个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哦 大家拜拜哦